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战国册 战国册这本书呢,里面分成很多不同的政权的篇章 比方说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的是秦册当中的几个故事 秦册呢主要讲就是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发生的重要的一些事件 那其实在战国的秦国啊,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 而战国秦国的强大的开始主要是从商鞅变法这个事件开始的 商鞅变法在今天的名气是非常大的啊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变法到它的结尾的时候 它的主持人商鞅竟然得到一个车裂的这么残酷的刑罚被干掉 其实这个跟整个的商鞅变法的前后因果都是有关系的 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商鞅并不是商人 这个商呢是它的一个封地 也在今天的陕西啊有一个地方叫商周 其实就在那个地方的附近 也就是说呢商鞅是因为被封到了商这个地方 才后来被大家称为商鞅的 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是魏国的公子 这个魏呢并不是韩赵魏的魏 而是魏生的魏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魏国的这个王室叫公子鞅 后来呢到了秦国去被秦孝公重用封了商这块封地 所以大家后来才叫的叫商鞅 那么商鞅变法主要是在秦国推行法制 推行的有多么狠呢 战国策里面是这么讲的 他说商鞅至秦 法令至行 公平无私 法不会强大 赏不思亲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商鞅在秦国推行这个变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叫公平 这个公平公平到什么地步啊 前面讲到如果说我要惩罚你 我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 不管你的背后的势力有多大 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就只要你违背了我的法令 我就严格的按照法令执行 这个叫做罚不会强大 还有一个叫做赏 就是我们经常讲叫又要有胡萝卜 又要有大棒 对不对 这个罚就是大棒 那还有一个赏呢就是胡萝卜 就是说只要你真正的立了功 那么我就会给你一定的这个封赏 不管你的关系跟我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就哪怕你是我的亲人 你是我的进尘 如果你没有什么功劳 我也不会赏你 但如果哪怕我看不上你 我平时对你有意见 但只要你真正的做到了我们赏赐的要求 我也会毫不吝啬的给你赏赐 就这样一件事情 他在里边举了一个小例子 说这个商鞅推行变法的时候 有多么多么的严格呢 中间讲到说法籍太子 就是中间这个秦国的太子 赢四也触犯了商鞅制定的法令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惩罚太子 但是对太子的惩罚 因为太子是未来的这个秦国的继承人 你不太能够给他动刑 对吧 但是为了表示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所以他们直接就把这个太子的师父 全部给出发了 太子的师父有两个人 一个人呢叫做公子钱 还有个人呢叫做公孙甲 但是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子和公孙这个称呼 其实表示的是他们的出身 也就是说公子钱实际上是秦国国君的一个儿子 而这个公孙甲他的身份是秦国国君的孙子 对吧 就是同时这两个人又是太子的老师 但是就因为太子犯法 所以把这两个人一起连累 处理一个什么刑罚呢 那对这个公子钱处理的刑罚叫义刑 义这个字就是把鼻子给割了 你想想在中国古代 把鼻子割掉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残酷的刑罚 而且这个人大家知道最要的是面子 对不对 结果在脸上被冻刑 就非常非常惨 还有一个呢 这个公孙甲处理了情形 这个情就是在脸上涂上墨 然后给你剋 也就是说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刑罚 是终生无法抹掉的一个耻辱 而且作为贵族 他们最看重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这个尊严 所以这样的一个刑罚出来之后 大家会发现就连太子也不敢犯法 所以整个的这个秦国就大致 说仅仅一年的时间啊 秦国就做到了什么样的恐怖的地步呢 叫做道不时宜 民不忘取 就是如果有人在地上掉了个东西 没有人敢去捡 因为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如果你捡了 你占为己有了 你就要受处罚了 就是秦国的这个法令 就严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还有一个叫做民不忘取 大家根本不敢随意去取去拿任何的不属于自己的非法的东西 那么当然秦国的军队也变得非常的强大 而且诸侯畏惧 对吧 就是周围的国家都非常的害怕秦国 秦国的内部的战斗力变得非常的强 因为法令禁止 就是如果说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必须得做 所以他最后打造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群这个机器人啊 就是严格的执行上级的命令 当然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就特别强了 但这个事情呢当然也是有后遗症的 这个后遗症是什么呢 就是克深寡恩 就是说因为商鞅推行这个新法推行的毫不打折 所以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犯了罪 我一点情面都不讲 不讲情面这件事情 就会使得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商鞅 从上到下 上就不用说了 太子是肯定讨厌他的 对吧 太子犯的法 你把太子的老师的脸都给划了 鼻子给割了 你想想太子的脸往哪搁 而且整个的贵族当然也不喜欢商鞅 而且底下的百姓呢 因为这个严刑峻法 所以大家也觉得商鞅很恐怖 所以上上下下都不太喜欢他 那在整个的秦国 恐怕只有一个人是特别喜欢商鞅的 这个人就是秦孝公 秦孝公使用商鞅变法 一直推行了八年 结果这个八年之后呢 秦孝公有一天身体不行 起不来了 起不来了之后呢 秦孝公做出一个什么离谱的行为 叫做御传商君 就是他想把秦国的国君的位置 传给商鞅 他就爱商鞅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但是商鞅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接受 所以商鞅就辞不受 这推辞没有接 也绝对不能接 对吧 他一旦如果真的接了这个秦国的国君的位置的话 那绝对秦国就大乱了 因为首先秦国的贵族肯定不同意 其次呢 国君的位置应该是周天子封的 你不能够私自去传的 所以商鞅也明白 不管怎么样 他是拿不到这个秦国国君位置的 还不如推辞 所以商鞅就做了一个推辞 结果秦孝公死了之后 谁来即位呢 就是当年被商鞅处罚的那个太子即位 这个太子跟商鞅是有仇的 这个太子叫迎四 即位之后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秦惠王 那惠王即位之后 商鞅也明白 这个太子是肯定不会给他好脸色的 所以商鞅就立刻请求告归 就是这个告老还乡 回到自己的封地区 但是回到封地区之后呢 秦惠王仍然没有放过商鞅 为什么呢 因为公告该主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秦惠王 你老爹一度想要把你的王位传给这个商鞅 你心里会是什么想法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商鞅在推行变法之后 整个的秦国 所有人都只听商鞅的命令 所以秦惠王受到了非常大的 这个地位的挑战和威胁 所以呢 就有人劝这个秦惠王说 大臣太重者国危啊 左右太亲者身为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臣子 他的权势太重 那么你这个国君就制不住这个大臣 你的整个国家就有被颠覆的威胁 对吧 如果你身边的人 跟你的距离太近 过分的亲近 也会危害到你 所以呢 现在 他说我们整个秦国 不管是女人还是小孩 大家都在讲商鞅的变法 没有任何人讲到是大王的法令 所以 现在如果商鞅要造反 那我们就完蛋了 而且 现在实际上在整个秦国 已经不把你当回事了 大家都听的是商鞅的法令 不听秦王的法令 所以呢 我建议大王就把你本来这个仇人给干掉 后来呢 秦惠王就听了这个建议 就把这个商鞅给抓住 而且出以了车裂之行 虽然商鞅死掉了 但是秦惠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废掉 商鞅推行的这些政策 他杀商鞅不是说这个政策有问题 而是说你商鞅威胁到了我秦国的王族的统治 所以呢 在商鞅死后 秦惠王继续推行商鞅的变法 而秦国也日益的继续强大起来 秦国这一强大呢 就有人发现说 哎呦 这个秦国似乎有能够统一天下的这个机会了 于是有一个人就瞄上了这个好机会 跑过来劝说秦王 说你赶紧的 对吧 咱们连连横 就是跟其他国家联合 完事之后 一个一个的把这个山东诸国给灭掉 那最早提出连横的策略的人是谁呢 大家可能想不到 这个人就是苏秦 苏秦在历史上以什么出名啊 以拆秦国的墙出名 就是以合纵出名 合纵跟连横这两个词 在今天还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词语 叫做纵横 我们经常说纵横天下 为什么叫纵横呢 纵就是竖着 因为当时呢 秦国在这个山的西边 而山的东边是其他的诸侯国 各个诸侯国 所以秦国如果想要平行着 就是从西到东的连横 这个就叫做横向连横 叫连横 但如果比如说韩赵卫 这样一个纵向排列的国家 联合起来对抗这个秦国 我们就叫合纵 所以在当时就出现了合纵和连横 两种说法 那其实苏秦一开始 是想要去劝秦桧王 说哎 我觉得秦国现在有机会 称霸天下 你想不想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 如果你实现的话 你可以重用我 对吧 我可以帮助你 但是没想到秦桧王根本不听这茬 一方面刚刚杀掉了商君 他对外部的这个臣子不是很相信 另外一方面呢 秦桧王也是一个失谋远虑的人 他知道现在我们秦国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就像是一只鸟想要高飞 但现在你的羽翼还没有丰满 所以秦桧王就拒绝了这个苏秦 但是苏秦还是不死心 这个接连三番四次的去劝说秦桧王 据说一共劝了十次 但是秦桧王每次都会拒绝他 直到最后苏秦不得不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身上的钱全部花光了 那在苏秦回家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落魄 当然这件事情呢 也导致了后面苏秦的重新奋发图强 重新学习 重新制定战略 在战国策里面也专门讲到了这个苏秦的变化 说苏秦当时回家的时候 本来来的穿的那个好的衣服 带的那个盘缠 全部都已经花光了 衣服也已经磨破了 回到家里面呢 是又穷又瘦 对吧 结果这个回去的时候啥也没带回来 所以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 结果回到家里去之后 家里边人也看不上他 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的妻子看到他的衣服破了 不给他补 他的嫂子不给他做饭吃 他的父母不跟他说话 就觉得你这个孩子出去之后 对吧 把家里的钱都带走了 完事花光了 完事啥也没拿回来 一穷二白 而且回来的时候很丢人 所以所有的家里人都看不起他 那苏秦当时就忍不住感叹 说我的妻子根本不把我当丈夫了 我的嫂子也不把我当小叔子了 我的爸妈也不把我当孩子了 但是接下来苏秦说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苏秦这个人将来一定很厉害 他怎么说呢 大家说到这儿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你遭受到这种待遇 你会怎么想 你肯定觉得他们这帮人太坏了 对不对 不把我当亲人 你们还有人性吗 但是苏秦不是这么说的 苏秦说他们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 是皆秦之罪 也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 也就是说苏秦认为别人为什么看不起你 是因为你不行 不是因为别人不好 这是苏秦给自己下的一个结论 他说我的妻子不拿我当丈夫 我的嫂子不拿我当小叔子 我的父母不拿我当儿子 这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没本事 所以呢 苏秦就连夜开始找书看 最后翻了几十项书 翻出一本来 他觉得这本特别好 这本是谁呢 就是这个江太公江子牙写了一本书 叫音符 然后苏秦就开始读音符 结果读音符的时候 就一边读啊 一边就在揣摩 又在想说怎么去配合今天的天下的局势 结果这个苏秦的年纪也不小了 这个精力也不太旺盛 所以说经常读着读着就忍不住打瞌睡了 但是苏秦也觉得在之前所遭受的屈辱 不能就这么白白算了 所以每次等到自己忍不住要瞌睡的时候 他就会拿出一个锥 然后刺自己的大腿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历史上著名的 头悬梁追刺骨的这个追刺骨 对吧 就是拿着锥来刺激的大腿 为了让自己清醒 甚至一度啊 苏秦腿上流的血都流到脚跟了 你知道这个任何人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 结果就这样 认认真真的读了一年的书 读这个太公的音符 最后学成了 学成了之后 苏秦非常满意的说 此真可以睡当事之君 说我觉得我凭借我现在的这个才能 现在这个天下的君王绝对会被我收入涨住 所以苏秦就再次出山 但是这次出山 他去的不是秦国 而是秦国的对头的国家 他跑到了赵国去 当然至于这个苏秦出山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讲 这次出山